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百科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包子是中国人独有的饮食吗 包子的制作细节 习近平吃包子事件 包子 又称包子点 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的面点 它的核心成分是发酵过的面团和各式各样的馅料 这种美食在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甚至是世界各地都有出售 可做早餐 午餐 晚餐 甚至是宵夜 包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并在各种习俗和活动中都能看到其身影 在迎春接服的时候 人们常常会吃春包 寿包 寿包以祈求来年的平安和吉祥 除此之外 传说中国古代的望月祭祀也离不开月饼 其实就是早期的包子 相较于其他食品 包子以其形状的高度可塑性 成为了各种艺术创作的载体 在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中 包子甚至被塑造成各种寓意吉祥的形状 如莲花 金元宝等 寄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第五章 各地变种 包子在中国各地形态各异 口味多种多样 地域性很强 譬如 南方的馒头 流沙包 豆沙包等 北方的猪肉大葱包 素菜包等 此外 在世界各地也有类似的面点 如日本的馒头 蒸饼 越南的馒包 蒙古的泡馍等 总的来说 包子是一种历史悠久 深受人们喜爱的面点食品 它不仅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影响力 尽管现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各种新的快餐食品藏出不穷 但包子却以其特有的魅力 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包子 远于中国 是一种经过长时间发酵 蒸熟的面点 传说起源于中国的三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 三国时期的蜀汉宰相诸葛亮 曾经使用包子这一面点作为祭品 其余成功后 便流传开来 逐渐发展成了民间流传的一种面食 包子是在家庭中可自制的面点 它的原料简单 只需要面粉 酵母 水和甜料 其中 酵母类似于现代面包中的酵母 用于使面团膨胀 并使面团达到软糯的口感 水则用于调和面团的硬度 而甜料的选择则非常多样化 第二章 种类与特色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 包子都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 比如 北方地区的包子以大而饱满 皮薄县大建称 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的质子烧门和沙县小吃的蒸饺 而南方地区的包子则以皮薄 形象美观 品种多样著名 如上海的小笼包和广东的长粉等 在精细度和工艺上 包子的制作也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 小笼包的包子皮要足够薄 才能在蒸熟后透出馅料的色泽 肉包子的肉馅需要精细切剁 保证口感的细腻 第三章 影响与传播 包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理范围 它透过华人移民带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 在香港 台湾 包子的制作精粮 形形色色 种类繁多 在美国 华人开设的小吃店往往会推出包子 既满足了华人的口味 也让当地的人们有机会品尝到这道特色美食 第四章 包子在文化中的地位 在中国文化中 包子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包子的圆形象征着完整 是一种美好的寓意 因此 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场合 例如重要节日或婚丧嫁娶等 人们常常以包子作为食物或礼品 同时 包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京剧 平坦等戏曲中 包子经常被作为道具出现 在新年画 地方工艺品中 包子也常常作为图案被使用 第五章 包子与政治 包子在中国不仅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也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如在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京 前往月潭北街的庆丰包子铺 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尽管后来澄清庆丰包子铺实际上属于国有资产 属于华天集团旗下的企业 但习近平的这次包子之旅 仍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包子是中国人独有的饮食吗 包子并非只在中国独有 事实上 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 都有类似的填充面团食品 以下是一些事例 日本 在日本 相似的食物被称为馒头或mangju 它们通常填充有红豆沙 但也可能包含其他类型的甜或咸的馅料 日本还有一款叫做nokuman的蒸面包 其外表和口感与中式包子颇为相似 通常以猪肉为馅 韩国 韩国有一种叫做jajinpan的食物 也是蒸制的面点 外皮软糯 内含红豆沙咸 虽然与包子在外形和馅料上略有不同 但制作和烹饪的主要方法却非常相似 越南 越南有一种被称为bomba的食物 与包子外观和口感十分相似 常以猪肉 但葱等为馅料 印度 在印度 有一种名为samosa的食品 一般是炸制的 其形状与包子有别 然而它们都是用面团包裹馅料的食物 samosa的馅料通常为咖喱马铃薯 洋葱 豌豆 黄豆 肉等 俄罗斯 俄罗斯的piroti 披罗什基 是烘焙或煎制的面团食品 可以有各种馅料 包括肉 鱼 蔬菜和水果 中亚 在中亚 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有一种叫做manty的食物 食用面粉皮包裹肉虾类 牛羊肉等馅料蒸煮而成 外形与包子十分相像 无论是来源于哪国 这类以面包包裹各类馅料的小吃 均能提供营养丰富 且口感鲜美的享受 说明面点和食物的通用性 贯穿了所有文化和边界 包子的文化 包子在中国文化中拥有重要的地位 它除了作为一种食品 还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社会象征意义 3.1 象征浮相 在中国文化中 包子通常被视作吉祥的象征 在某些地方 人们在重要的节日或日子里 会制作特殊的包子 以祈求平安 繁荣 例如 在春节期间 人们会制作丰富的包子 来庆祝新的一年的来临 在婚礼中 人们也会准备新娘包子 希望新娘能够早生贵子 3.2 生活方式的反应 包子也是中华民间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应 在北方 包子更为常见 一般作为早餐或晚餐的一部分 包子的馅料也多样 从豆沙到各种肉类 从鸡蛋到蔬菜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口味 而在南方 因为饭菜较多 包子往往作为小吃 在午餐或下午茶时食用 3.3 物质和灵魂的传递 包子还经常被用作一种 传递物质和灵魂的工具 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中 包子常被用来替代人的性 以便在新的家园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而在宗教仪式中 例如清明节祭祖 人们会用包子代替人的肉体 用来祭奠和供奉祖先 3.4 社区和亲情的象征 包子的制作过程也常被看作是 社区和家庭成员间团结一致的象征 在制作包子的过程中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任务 需要相互协作 以完成美味的包子 因此 包子的制作过程也被视为 增进亲情和社区感的重要活动 总的来说 包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也携带了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精神 和生活智慧 古人曾经说过 食物是天堂 而包子作为人间美味 无疑也是构筑这个天堂的基石之一 全球知名的包子殿 以下是全球一些知名的包子殿 狗布里包子殿 位于中国天津的狗布里包子殿 始创于1858年 历史悠久 是中国和全球非常知名的包子殿之一 其包子特色是皮薄献大 为美营养 1915年 狗布里包子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获得优质银奖 后又在多次食品评比中获奖 使得狗布里包子在国内乃至全球 享有广泛的声誉 秋吉包子谱 也叫秋佳肉包或双季七锅包子 台中市的秋佳肉包随奉朱先生开的 已经30多年了 赖包子 位于台湾南投县的赖包子 是一家对品质要求非常高的包子店 包子皮薄肉香 代表了台湾在地美食的独特风味 包专业包子 中国的连锁包子品牌 包子的品种 包子是一种传统的中国面食 通常由面粉制成的外皮 包裹着各种不同的馅料 包子的种类繁多 不同地区和口味喜好 有不同的变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包子品种 肉包子 猪肉包子 以猪肉为主要馅料 通常羽葱 生姜 香菜等配料混合 牛肉包子 使用牛肉作为主要馅料 可以加入洋葱 胡萝卜等调味料 羊肉包子 羊肉作为馅料 常见于西北地区 口味独特 鲜肉蔬菜包子 韭菜鸡蛋包子 韭菜和鸡蛋是常见的馅料 有时加入虾仁或香菇 白菜猪肉包子 猪肉和大白菜是主要配料 常见于北方地区 海鲜包子 虾仁包子 虾仁作为馅料 通常与鸡蛋和蔬菜一起制成包子 鱼包子 使用鱼肉和各种调味料制成的包子 在一些沿海地区流行 素菜包子 香菇包子 以香菇为主要馅料 可能加入胡萝卜 豆腐等 白菜包子 白菜和其他蔬菜 通常与调味料一起包在面皮中 甜包子 红豆包子 红豆馅料是一种常见的甜包子 有时会加入莲蓉或其他甜馅 果酱包子 一些地方制作果酱包子 馅料通常是果酱或水果 豆腐包子 以豆腐为主要馅料 通常搭配一些蔬菜和香料 地区特色包子 不同地区有独特的包子品种 如北京的炸酱包子 四川的麻辣包子 上海的小笼包等 糯米包子 以糯米为主要材料制成的包子 有时会加入肉馅或甜馅 这些是一些常见的包子品种 但实际上包子的种类非常多样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和地区的不同 来制作和品尝不同的包子 包子是中国餐桌上的传统美食之一 其馅料和口味的多样性 使其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食品 包子的制作细节 包子的制作虽然需要一些时间和技巧 但总体来说并不难 以下是包子的制作步骤 和一些制作包子的详细细节 材料 面团 一般使用普通面粉和水制作 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少许食盐和食用油 馅料 可以是肉 蔬菜 豆腐 海鲜或甜馅 根据个人口味选择 调味料 酱油 盐 糖 食用油 姜 蒜等 根据馅料的种类和个人口味添加 步骤 准备面团 在一个大碗中 将面粉和水搅拌均匀 直到形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如果需要 可以在面团中加入少量食盐和食用油 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味道 将面团揉成一个球状 然后用湿布或保鲜膜覆盖 静止休息15至30分钟 让面团更加柔软和容易感慨 准备馅料 根据所选的馅料种类 将肉类或蔬菜切碎并加工好 在一个锅中 用少量食用油热过 加入姜和蒜炒姜 然后加入肉类或蔬菜 翻炒至熟头 添加酱油 盐 糖等调味料 调味至满意的口味 如果是甜馅 可以将甜馅料和糖混合在一起 制作包子皮 将面团分成小块 每个小块大小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通常是橄榄大小 将小块面团擀成薄圆片 中间稍后边缘薄 以便包馅 擀好的面皮直径约为3至4英寸 包馅 将已经准备好的馅料放在面皮中央 将面皮对折 将边缘捏紧 用手指沿边缘捏成褶皱 确保包子封口紧密 蒸包子 在蒸锅中放一张蒸布或生菜叶 以防止包子粘在锅底 将包子放在蒸布上 确保它们之间有足够的间距 因为包子会在蒸煮过程中膨胀 将蒸锅加热 蒸包子大约15至20分钟 或直到包子变熟 想用包子 包子可以热蒸热吃 也可以稍微冷却后享用 可以搭配一些蘸料 如醋 酱油 辣椒酱等 根据个人口味来品尝 以上是制作包子的基本步骤 具体的细节 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包子种类 和地区的传统而有所不同 包子是一种美味的食品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和创意 来制作各种不同口味的包子 习近平吃包子事件发生在2013年12月28日 是中国政治和社会中备受关注的一次事件 以下是事件的详细介绍 事件发生背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京市 前往月潭北街的庆丰包子部 该事件被习近平的团队精心策划 通过媒体传播并由官方媒体广泛报道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事件经过 2013年12月28日早上6点 包子店门口的停车收费员得知 需要保留停车位 但直到中午12点15分 才得知是因为有一位领导要光顾 习近平当天上午 先后在京桥热电有限公司 和海淀区四季清静老院视察 然后前往月潭 中午12点20分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的陪伴下 身穿深色风衣和西装 内穿一件黑毛衣 排队进入庆丰包子铺点餐 习近平点了六个 二两猪肉大葱馅的包子 一碗炒干 一份芥菜 总共消费人民币20亿元 在用餐期间 习近平与店员和顾客交谈 强调食品安全 并与周围群众握手 合影 用餐结束后 习近平离开包子店 事件的后续影响 由于一些投资者错误认为 庆丰包子铺隶属于巨德华天企业 而上市公司全巨德 与巨德华天有关 全巨德股票在事件后一度涨停 后来澄清 庆丰包子铺 实际上属于国有资产 属于华天集团旗下的企业 成为包子概念股的误导 事件的社会影响 庆丰包子铺成为包子热的代表 许多人纷纷要求加盟盖连锁店 庆丰包子铺推出了主席套餐 并成为上访民众光顾的地点 变成了信访局 事件的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当局精心安排的公关活动 目的是展示习近平亲民的形象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这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不代表真正的政策改变或改善 总的来说 习近平吃包子事件 是一次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 引发广泛讨论和评论的事件 它凸显了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接触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一起来探讨包子这个美食的历史和文化 包子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面点 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它不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子不仅是一种食物 也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生活智慧 我们刚才了解了包子的种类和特点 从北方的大肉包子到南方的小笼包 从肉馅到素菜馅 包子的口味多种多样 地域性很强 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有类似的面点 如日本的馒头 越南的馒包等 包子不仅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影响力 它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中国人独有的美食文化的体现 包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并在各种习俗和活动中都能看到其身影 不仅如此 包子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场合 例如重要节日或婚丧假取等 人们常常以包子作为食物或礼品 同时 包子也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京剧 平坦等戏曲中 包子经常被作为道具出现 在新年画 地方工艺品中 包子也常常作为图案被使用 当然 包子也不仅仅是美食和文化的载体 它还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比如 我们刚才提到的习近平吃包子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就是包子作为一种食品 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觉享受 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和社会的话题 包子是一种历史悠久 深受人们喜爱的面点食品 它不仅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影响力 尽管现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各种新的快餐食品层出不穷 但包子却以其特有的魅力 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对包子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喜欢吃包子吗 你有什么关于包子的故事 或者独特的包子经验吗 欢迎您留言讨论 与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想法和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